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为什么会饿呢 其实就是灵的存在 一些影响力的存在 昨天我在看一个电视报导 特别讲到其实世界当中 蕴藏着各种各样的影响力 眼睛看不见却会运作在我们生活当中 生命里面就如同病毒 但是灵是什么呢 我们如果能够爱灵 我这个为什么没有改变它呢 如果有爱的灵 能够爱我们的灵色 那么自然而然 灵色就是充满了爱 我们的环境氛围 也能够存在一种非常奇妙的能量和能力 使我们在其中都能够感受到平安 进一步产生幸福 我们里面的灵怎样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的灵如何 你们不知道 那个字原文是灵 那么其实 什么叫做灵呢 在前天有一个北京的一个研究心理学的姐妹 她忽然来问我 问我什么呢 问我说到底直觉是什么 我跟她说 你们研究心理学的不是应该有一套标准的答案吗 但是明显她是不知道的 我只能够给她一个很简单的回应 就是所谓的直觉 就是当我们的灵与外在的环境产生接触的时候 所产生的波荡 这么说清楚吗 直觉是我们不经过思想 但是我们里面有灵和外在的环境产生了接触 它就会发生一些波荡 这些波荡对于有知识的人而言 它是很清晰的能够解析出 成为一些思想 成为一些观念 成为一些现象 但是没有知识的人 那就是只是看见 只是感觉而已 但是还是很有用 我是顺便跟大家讲一讲 什么叫做灵 其实没那么复杂 这么说 理解吗 只是灵如何 确实我们需要认识 需要去重视 并且需要去修改 需要去建立的 所以现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特别今天要跟大家强调 欢然取水的作用 在困难的当中 在困难的当中要保守 我们求平安 求恩福 它这个翻然取水是很基本的要素 水就是神的道 所以翻然的意义 我们说喜乐的心乃是什么 良药 忧伤的灵 使骨枯干 这个在三千年前 圣经就写了 现代的医学越来越证明了 所以前几天 我们有看到一些医学的研究者 他说在这个环境当中 你要增强你的免疫力干什么呢 出去玩吧 跳舞吧 还是谈一场恋爱吧 他告诉我们 所以我跟师母 看着那个师母说 我要跟上帝好好谈恋爱 为什么要谈恋爱 因为快乐 快乐就会产生生命力 产生免疫力 我想这个是大家都能够了解的 真言十八章的十四节说 人有疾病 心能忍耐 心灵忧伤 谁能承担呢 这个心和心灵原文都是灵 那是说 其实人这个世界上 充满各样的病毒 是我们都已经知道的 但是灵是产生抵抗力 产生胜过一切的疾病 它的非常重要的根源 因为我们疾惑是没有染上心形肺炎吧 中国大陆称它为心形肺炎 不喜欢被人家叫武汉肺炎 那我们就接受吧 我们就叫心形肺炎吧 但是你还是有其他的病毒嘛 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存在着 所以我这两天肠胃不好 师母昨天跟我讲了说 你是诺罗病毒 那我才恍然大悟 诺罗病毒 这个吃一点药就好了 昨天晚上吃一点药就好了 因为我们灵是能够抵抗一切的疾病的 在这个时代当中 这件事情是何等重要的启示 但是如果灵是伤损的 软弱无力的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抵挡 抗拒外在的一切了 所以我们的灵如何 我们如何使我们的灵能够强壮 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只是关键是怎么才能 那么这里面我们讲到凡然 我们要让自己常常保持喜乐的心 然后要去取水 取水就是水是什么呢 圣经以福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 要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 其实水就是我们所 当然生活当中水是免不了的 现在要你勤洗手 勤洗手 如果水不干净 你越洗手越脏 那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医学报道也说 从美国哈佛大学传过来的 说在这个时代当中 你最重要的就是要多喝水 大量的喝水 反正各种学说都有 我相信他都有他的依据 但是水你要喝干净的 如果喝不干净的水 那本来没事 还全村都污染 台湾现在之所以抗疾病抵抗得不错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水处理 相对而言是美好的 所以有很多人为这样来庆幸 但是水是道 道就是思想 就是观念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的各样的说法 但是那些说法 就像是水一样 会进到 影响到我们的思想 影响到我们的灵 但是这些水 其实都带着一定的污染度 明白吧 各样的说法 其实就像一部很好的电影 里边有一些不好的成分在 那你让小孩子去看 这整体是好的 但里边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就像一碗好吃的食物里边 存在了一点点的污染 那吃了会怎样呢 其实这个是世界的现象 当我们在接受世界上面 种种的观念的时候 其实它都带着一定的污染 你们会同意吗 那我们如果食物带着一定的污染 你要吃吗 水带着污染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其实 耶稣基督要洁净水 这件事情是要下个礼拜 我想要和弟兄姐妹说的 但是我们知道 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今天我们读十篇一百一十九篇 都讲主的道 十篇十八篇的三十节 至于神 祂的道是完全的 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 还投靠祂的 祂便做他们的盾牌 这里边讲道的就是要炼净 主的话 或者是我们在这里 和弟兄姐妹讲信息的时候 常常我们在讲道的人 讲完了回到家里边都要悔改 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些时候话语不够炼净 那么所以你听信息 需要听里边有主的话的成分 但是需要去注意的是什么呢 需要注意的是 是那边的问题 不是这边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需要注意的是 是话语里边的神的话的成分 而不要接受太多人的掺杂 所以我们讲信息的时候 需要注意炼净 但是怎么都还没有办法炼净 主的话却是炼净的 所以炼净这个字 在圣经还有 撒末尔记下22章31节 真言30章第5节 这些都是有相同的话语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在旧约一共出现四次 等于还有一次更重要 待会会讲 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讨论的 环境的压力已经不言可遇 这不用说吧 那么恐惧是不必要的 我说这一次的事件是样品性的 为什么说是样品性的呢 其实这一次的病毒很奇特的一点 它的传染的速度非常快速 比萨尔市他们说统计快九倍 但是它的次死率 却是很低的 如果中国大陆提供的数值 没有太大的差异的话 大概只有2%多 那么这个 其实很快在一个月当中 就已经传遍全世界了 但是除了在中国大陆以外 全世界只有辉尼宾一个人去世了 那日本现在去世的 日本美国也有了 那真是 渐渐还是会有一些抵抗力不足的人 就死了嘛 而且它会有一些方法去医治的 但是它让我们看见什么事 其实如果像这样的病毒再来 这一次是让我们知道说 当发生这些事的时候 人或者世界可以乱到什么地步 全中国几乎是 所有的大城市都闭锁了 那么上亿的人被关在家里 关在家里的日子很难过的 我们台湾应该要 好好的感恩庆幸的 对吧 那么如果这件事情 我如果说它是 它是一个样品 就让我们看见像宝瓶 星号他们的人 是叫做虚惊一场 各自可以飞到家里面去 那如果我们身在其中会是怎样呢 如果真的发生事件会怎样呢 我们真的是有些时候要想一想 想一想说世界正在大变化之中 但是我们主说 我对你们说这些话是要叫你们在基督里有平安 我们不要恐惧 但是要得到平安 就是要得到上帝的保守和眷顾 那么必须要先领受神的应许 主给我们的话 成为我们的信心 成为我们的确据 成为我们的把握 你没有的话就没有 所以我和弟兄们讲说 今年的意象 首先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 你不要怕 这是我们对于外在的事情 要有一种主观的判断 我们有不怕的理由 在我们里边才能不怕 要学会真真实实的依靠主 这个怕或不怕 其实就是你在主里边 对于神的认识多或少 他的一种很简单 很直白的查验标准 我们在教会里 普遍的感觉弟兄姊妹 都不怎么怕 不怎么怕 但是怕不怕是你里边的事 你给自己半夜吹口哨 说我不怕 我不怕 里边还是怕的 那没有用的 是不是 所以上帝提供一些环境 让一些可以惧怕的环境 出现在我们面前 是要让我们查验一下 我们里边是不是真真实实的 在信心里边有坦然 无惧 这样的确据和把握 我希望大家查验一下自己 不用去看别人 也不用去强辩 你跟谁辩论好呢 自己里边如果怕 那么刚才贵丹在说 其实主的救恩 是要让我们能够解决问题 而不是面对问题 在那里不知所措 所以有药方的 你不要去 你不许拿药方 只是天天面对那种状况 那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要领受神的应许 然后要分别为圣 洁净自己 仰望永恒 这是在春节团拜的时候 我和弟兄妹读这个彼得后书 第三章的第八节 到第十四节 请大家和我念一下 好吧 亲爱的弟兄啊 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若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主所预行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不愿意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但主的日子 要像贼来到一样 那日天壁大有响声会去 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地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这是有一个特殊的日子 那我们知道说 并不是不来 而是上帝在单言 上帝在宽容 那么接下来十一节以下 也请和我念一下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 怎样庆钱 切切盼望神的日子来到 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 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 有意居在其中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既盼望这些事 就当殷勤 使自己没有玷污 无可指责 安然见主 其实重点 前面是告诉我们背景 但是重点是十三节十四节 我们要照他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 有意居在其中 亲爱的弟兄啊 原文就是被爱的 我们是被爱的 我们如果盼望这些事 那就当殷勤 使自己没有玷污 无可指责 安然见主 其实在春节那天 我特别跟弟兄那边讲到 在这个时代 你要好好的过日子 那就必须要圣洁 圣洁的意思是分别出来 与世人不同 敬钱 敬钱就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 这件事 我面对这两个字 是非常非常的惭愧 因为敬钱包括把身体 好好的去做运动 让自己活在一个好的光景当中 但是要盼望 向着天国仰望神 所以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圣经旧约进到新约的最后一章 叫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其实我们师母不知道 有没有在整理 我们之前讲过 这真的要好好看 因为今天我们有很多节经文 都在马拉基书里 就告诉我们说 在这个是要进到 新天新地之前的一些状态 所以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说 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 耶和华彻而听 且有纪念彻在他面前 记录敬畏耶和华 失恋他名的人 我们之前讲过 生命彻与纪念彻 后面有没有小彻子 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 那小彻子拿去看一看 因为生命 没有啊 还没有 我怎么有看到小彻子 卖完了 那生命彻那个要看一看 那么这里边告诉我们说 十八节说 那时你们必归回 将善人和恶人 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 我每次都抢时间 其实每一节经文都应该好好谈 那总之分别是怎么分别呢 这里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 这个谈论的时候就是在思想 谈论的时候就是在分享 所以我们在这里 为什么需要聚会 在中国大陆现在没有办法聚会 很多人用尽总统的方法 能够聚在一起 那我们就知道说 没有聚会差别是非常大的 礼拜五师母从橄榄树回来 跟我讲说有一个姐妹 很久没有来到我们中间 那他听了 他说他好像喝了一大桶的水 是这样说吗 那因为你就必要有清洁的道 进到我们里边 心才会清洁 昨天下午是在杭牧人小组 那大家也分享了回来 大家也觉得说谈论 主的道实在对我们非常有用 因为让我们能够思想正面的 理解有用的信息 让我们心能够每一次 在一次一次的聚会 心有没有更轻 还是心更加的沉重 更加的污浊 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 当然如果说有一些人 他很长时间 基本上很少听到 当听到信息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扎心的反应 那个叫做月韵效果 知道意思吗 这个就让我们心里边扎心 我们觉得说需要改变 那是使生命里边的一些问题 显明出来 这也是有用的 但是我要和大家说的是 谈论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多聚会 这个中国大陆 现在已经不能聚会了 用网上的聚会 实在是很辛苦 因为灵的传递 人直接面对面 还是不一样的 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们在今天 要特别讨论的是 我们的心如果污浊了 就没有力量 就没有生命力 如何洁净自己的心 强化我们的生命力 然后在艰难当中 使我们得胜 得赏 这是我们今天 要和大家讨论的主题 我们一起祷告吧 主书 求你在这个时候 让我们众人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在这里 谢谢你 应许你的仆人 给仆人的话 让我们成为天上 降下来的真凉 让吃的得到 真正的生命的力量 让我们彼此之间的 一起的共同的生活 共同的服事 因为有你在我们 当中的缘故 让我们就能够 遇到一切的事情 都坦然无惧 刚强壮胆 并且能够得胜得赏 谢谢你用你的血 来遮盖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让我们无论在世界上 在自己的生命里边 沾染怎样的污秽 靠着你的血 靠着我们的信 都能够成为洁净 在洁净的状态底下 我们就能够彼此 一起来共享 一起来领受你的启示 谢谢你祝福我们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非常非常奇妙 而且重要的信息 所以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第一节 到第三节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 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你们所寻求的主 必然进他的殿 必忽然进他的殿 立约的使者 也就是你们仰慕的快要来到 这里面讲到 神所差遣的使者 那么今天我们会讲两个使者 一个叫以利亚 一个叫以利沙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预表 那么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一定有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服饰 我们需要去认识他 第二节说 他来的日子 谁能当得起呢 他显现的时候 谁能立得住呢 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 如漂布之人的茧 他必坐下来如炼金银子的 必洁净立位人 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 他们就凭公义献贡物给耶和华 这每一句话都有很深刻的意思 我们之前都有跟大家讲过 今天就不讲得特别细 总而言之这里讲到 炼金 洁净 熬炼 这是为什么环境会有艰难 会有看起来像是 像是用水洗 用火炼 一般人讲水生火热 我们如果知道这是水洗火炼 我们的看法就会不一样 所以这里面讲到炼金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其实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五节 主耶稣说 我对你们说实话 这个实话这个字 是阿雷西亚就是真理或是真实的话 当以利亚的时候 天壁塞了三年零六个月 遍地有大饥荒 其实天壁塞了 遍地有大饥荒 其实这是已经发生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这是时候的开端 二十五节说 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 寡妇所预表的是有缺乏的人 甚至没有指望的人 有一句话说 寡妇死了儿子 没了指望 其实这里边所讲的 就是一种落入困难当中的人 二十六节说 以利亚并没有奉差 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 只奉差 往西顿的撒勒华一个寡妇那里去 这里边讲到撒勒华的寡妇 撒勒华这个字 那等一等我们再说 二十七节说 先知以利沙的时候 在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疯的 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 没有一个得到洁净的 这里边我们注意到 乃曼是得到洁净 而撒勒华呢 撒勒华这个字 其实 查理费这个字 它是精炼的意思 那它这里翻成英文 我们刚才讲到试炼 熬炼都是这个字 英文讲refin refin 从字意来讲 也许说使你更好 那么它有欢迎 有一个细化 换句话讲 撒勒华这个字 就是使你本来还不错的 让它更加经过熬炼 更好的意思 撒勒华的寡妇有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是要经过炼净 使我们真正能够进到洁净 这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 第25节说 当以利亚的时候 天必塞了三年六个月 这里讲到以利亚的时候 其实以利亚的时候 最后在圣经里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它是这个时代转变的 时代转变的一种象征 那么等一下我们会来看 那么在第26节讲 撒勒华一个寡妇家 其实我们讲到寡妇门前 示威多 其实这个撒勒华的寡妇 他讲到的是上帝的炼净 那么在还有27节讲 先知以利沙的时候 以利沙他的恩典 是以利亚的两倍 简单的说 以利亚是主的工人的 主的工人的预表 以利亚就是耶和华是神的意思 就是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 以利沙是什么 是耶和华是拯救 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以利沙就是 耶和华是听祷告的 那么我们今天唱的诗歌 说我们要用祷告的手 祷告来摇动神的手 其实这就是 我们要知道 以利亚是工人的预表 而以利沙是耶稣的预表 我们往下 我们会慢慢来看 那么今天我们讲 以利亚的时候 是我们要对我们的时代 环境要有正确的理解 你看现在的时代 看现在的环境 看现在越来越沉重的现象 你会不会越来越恐惧 越来越有压力 但是你如果知道 这是上帝所预定的时候 上帝就是要在这个时代当中 去熬练 去经验一些人 使我们的生命 能够真正好起来 那我们就知道 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 没有什么可以需要 特别害怕的 那撒勒华的寡妇 这里面讲到 许许多多的寡妇当中 只有这个人 使者到他那里去 这是一个特别蒙恩 特别被拣选 能够得福的人 在这个世界 普遍都有各样的困难 和这个压力存在的时候 谁是能够蒙恩得福的呢 这是我们要探讨的 那至于以利沙的时候 这里讲到乃曼 这个叙利亚国的元帅 他得了大麻风 然后他得到洁净 这我们要讲 其实水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要让我们得着洁净的 至于水的事情 我想我们还需要有点时间 跟大家讲得更清楚 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 艰难的樊敬东 从我们要取水 为什么要取水呢 怎么取水呢 他的恩典和祝福是什么 这是我们所要探讨的 所以我们先看第二十五节 主耶稣说 我对你们讲真理的话 当以利亚的时候 天必塞了三年零六六个月 遍地有大灾大饥荒 这是外在的现象 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寡妇 就是神的国当中 也有许多的人 他是落到困难里边 需要得到帮助的 但是上帝的旨意是如何呢 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 所以我们讲到以利亚的时候 其实以利亚的时候 应该要理解成为什么呢 主应许应验的时候 也就是主的应许 主在旧约里边的一些 预言启示都要应验 然后神的国会降临 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 主再来的日子到了 或者近了 那圣徒我们所盼望的 能够得到成就了 但是这里讲到主应许的日子 其实表面现象看起来 却不是这样 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的 第五节到第六节 也就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两节 这里说什么 和我念一下来 看啊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这里边我们讲以利亚的日子 或者是以利亚的时候 这一节圣经是最重要的一个钥匙 也就是说 大而可畏之日 这个日子是非常伟大的日子 但是另外一句话叫做可畏的日子 我们如果没有存敬畏的心的话 那我们只好落在咒诅当中了 所以以利亚来 他是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那这是说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转向 用一句话来讲 亲子的关系 如果没有恢复到正常 恢复到美好 人和人的关系 没有尽到一种 让我们可以觉得和睦 可以觉得祥和的状况 那么就落在遍地的咒诅当中 就只有落在咒诅里了 所以以利亚的日子是 大而可畏之日子 还没有来到以前来的 现在我们说这是以利亚的日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以利亚的故事 《猎王记》上第十七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 这里是讲到以利亚这位先知 他在历史上面 圣经历史上面登场的日子 那么激烈寄居的提比斯人 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 亚哈是那个时候的掌权者 你可以怎么联想都好 激烈 其实激烈的意思就是见证 其实他是在争闹当中得到和谐 激烈 现在抗武汉味炎的药 也是从一家叫激烈德 你们看到有新闻讲激烈德 激烈的药厂发展出来 就稀为什么的 我搞不清楚 那个激烈德就是激烈 有一首诗歌唱说激烈的香膏 其实激烈 其实它就是要使人的关系和谐 那么提斯比人 其实提斯比就是求助的意思 那么以利亚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耶和华是神 你要求助这位真神 那么他说 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的耶和华 以色列人启示 这几年我若不祷告 必不降落不下雨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 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 藏在约旦河东边的激烈西旁 约旦就是降杯的意思 而这激烈是减除的意思 那么你要喝那西的水 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 去住在约旦河东的激烈西旁 乌鸦早晚给他刁饼和肉来 他也喝那过了些日子 吸水就干了 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 这就是三年零六个月 遍地有大饥荒它的背景 这里边有一些话 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以利亚这个人 他站起来宣告 说如果不祷告 那么这个世界就会落在 遍地的饥荒里 这是说明其实上帝要 兴起他的仆人 结果兴起他 他就叫他逃跑 跑到基里西旁去 因为那个时候 二者的权势是大的 所以他可能会受到 生命的危险 但是然后就吩咐乌鸦 刁饼给他吃 我们看那个好像很神奇 但是如果三年 三年的每个日子 就稀里稀里的水 渐渐干了 然后每天都乌鸦 刁饼饼肉 乌鸦能刁多大的饼 多大的肉 每天就乌鸦 刁了一点碎饼 一点点的肉 而且乌鸦 经过乌鸦的口的肉 恐怕也不太好吃 对不对 天天都吃 那个是日子不好过 那为什么把他放到那儿去呢 这里边有一件非常基本的事情 就是他需要三年之久 在那个地方受熬炼 圣经告诉我们 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他其实是有很多坏毛病的 所以他有能力 有信心 但是上帝把他放到基利西旁去 就像保罗三年在亚拉伯一样 都需要被困在一个地方 去炼经他的生命 他们是三年 我恐怕三十年都不止 就是必须要经过炼经 才能够服侍 那这讲到说以利亚的日子 其实他就有一个炼经的过程 工人被炼经的过程 所以主应许的日子 他是大而可畏之日 而这个以利亚的来到 他带着一个环境的变化 也就是大饥荒的日子 临到的状态 那么这是一个特色的记号 这个大饥荒 其实是突如其来的艰难环境 我特别要跟地方人们强调 这个点 其实在这个时代当中 我们说肝渴非因无水 饥饿非因无饼 乃是因为缺乏耶和华的话 其实在这个圣经 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的四节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来说 我是基督 并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声音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么这些现象 我们已经常常提醒大家 但是在同一章四十二节说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的 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 就必警醒 不许人挖透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我们刚才读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 有讲到主的日子像贼来一样 贼来不会告诉你的 不会通知你的 就突然间发生的现象 其实这一次 我们如果看得见的话 就知道主给我们传递的信息 这一次的武汉肺炎的信息 其实是很严重的 突如其来的发生的变化 让人没有办法去防范 我们过年的时候 我们一起出去了一下 出去之前 我要买口罩 师母说家里边够 结果我们出去回来的 就买不到 买不到了 你怎么会想到忽然间 有一天就买不到 买不到这些东西呢 像那些钻石星号也好 钻石公主号 还有宝瓶星号也好 他们坐船出去快快乐乐的 然后就在海上 就变成人球被困几十天 那将来如何 如果说继续地这样 发展下去的话 那些人会是怎样 突然间全中国 像温州是两天 只能够有一个人出去 出去买东西 对不对 那市面上的东西 会越买越少 有些人告诉我们说 库存大概三个月 就会产生很大的缺乏 你能不能看见一些事情 突然间发生的一些困难 灾祸来到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预备好 到那个时候 你一定措手不及 像现在 有很多人就渐渐感觉到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会不会有许多人 他抱着大笔的钞票 在家里面饿死 会不会 你懂我意思吗 不能够出门 被关着 买不到东西 平常我们在一般的日子里面 经过日子的时候 我们觉得永远都平安无事 不会的 上帝给你送这个信 我们如果还不晓得 怎么样子来预备自己 那就麻烦了 像现在武汉 他们不是有一个方舱医院 其实不是医院 就是聚集处 许多人在那个地方 要困在里边 也没有药 也没有水 也没有上厕所 还要跑到两百公尺之外去 一大群困在那里 很多人说在那里等死 但是也有人在那里过得还不错 因为他就拿着书看 祷告 如果有一天 我们也放到那个状况底下 在船舱里边被困住 你不要染病 只要被困住就好 你会怎样过日子 过得下去吗 真的要认真想一想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常常会操练一件事情 就是如何独处 如何与神亲近 如何在一切的光景当中 都能够安息 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操练 现在你不操练好 到时候你就会来不及 但这些事情 这些现象是 突然间会发生的 你不要以为 我们自己平常这样过日子就没事 该有事的时候 谁都免不了 现在用中国来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玩大片的疫区 来向世界发警报 其实我们也觉得说武汉人 我在告诉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们 要努力为湖北人祷告 现在湖北人就变成 到处都排斥的人 非常可怜的 对吗 上帝保守我们 我们要感恩 所以其实这个日子是突然间会发生的 没预备好 你不要以为说你什么事都不会有 人生其实小小的一个事故 就会够我们麻烦的 普遍的世界会怎样 要想想 不要以为没事 平安没事 那说平安啊平安啊 其实是自欺的 整个世界的现象 大家要警醒 我说的意思明白吗 好好的警醒自己 那么特别是 我们上个礼拜有说到 启示录第六章的第七节 第八节 揭开第四音的时候 我就听见有第四个佛物说 你来 我就观看 见有一批灰射马 骑在马上 在马上的名叫死 因虎也随着他 有权柄赐给他们 可以用刀剑 饥荒 瘟疫 野兽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其实要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也不是太难的事 在1918年 这个 瘟疫 就是流感 就是流感 在欧洲就死了 五千万 更早 那个黑死病 是欧洲死了三分之一的人 那其实 这个事情都是 历史上客观存在的 这里特别把瘟疫 和这个野兽 连接在一起 也可以让我们 有一点点的思想 所以我们 我们在这样的时代 我们要知道 其实外在的环境是 但是我们里边的光景 如果我们灵是刚强的 我们这个死三分之一 还是有三分之二 我这样讲有点残忍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你是 以利亚的时代 有那么多的寡妇 有那个 撒勒华的寡妇 我们现在 要先求自保 才能够帮助别人 不是吗 所以我们如何 让自己活得有把握 我们讲到 这个大饥荒的年代 饥荒不仅仅是 食物的缺滑 食物的缺滑 也会发生的 对吧 像这个 像到武汉去的 有人传了 传了视频回来 说他高高兴兴地去旅行 结果被关在那里 只能吃泡面 还有泡面可以吃 会不会有一天 连泡面都没有呢 居安要怎样 思维 要好好的预备自己 该怎么预备 这是我希望 我们大家能够理解的 所以寡妇 以色列有许多的寡妇 以利亚并没有奉差 往他们那里去 那么一个人那里去 只奉差往西顿的 撒勒法 一个寡妇那里 那么这里 有一个特殊的取士 以色列家和西顿的撒勒法 西顿就是现在 现在的里巴嫩 就他们而言是外邦 这也是我最近常常 和弟兄妹们来分享的 你要知道 在这个时代 上帝要让我们看见 我们上帝所眷顾的 并不是你天天挂着 宗教招牌的人 天天宣告 上帝的名的人 而是要有真正的信仰的人 这个我们是需要理解的 所以撒勒法的寡妇 蒙恩德夫的原因 首先我们看到以利亚 她是并没有奉差 往任何一个地方去 上帝的救恩在的 但是她必须要奉差遣 她必须要听命行事 不是说她想怎样就怎样 这件事情 我是有比较明确的体会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 常常在跟师母 看到师母 她常常能够很喜乐 那我跟你们讲说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但是我自己常常回过头来 看我自己并不那么喜乐 有人跟我讨论 我就很坦然地说 我真的是 可以说是有国有民 看到许许多多的人的难过 很想把这个救恩传给他们 但是没有奉差 没有被派到那里去 你就想也不行 就算去了 有些人不接受 也就没办法 包括耶稣在内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七 十四章二十一节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也必蒙 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命令的问题 那么有所说一章四节五节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节 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 一指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 得儿子的名分 这个有一个客观的现象 没有办法 这就是拣选的问题 有些人听了 他没有反应 甚至于有不好的反应 那是拣选的问题 我们虽然心中存着怜悯 但是没有奉差就没有办法 以利亚这样性情的人 他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冲动的人 但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 而且他以色列不顾 去顾什么 希顿 这很奇怪 但是这个顺命的蒙恩者 你一个蒙拣选的人 还要有正确的反应 我们看到撒勒华的寡妇 他的故事我们很快地看一下 在刚才我们读到 《猎王记》上十七章第七节 过了些日子 吸水就干了 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 那么耶和华的话 临到他说 你起身往撒勒华 七顿的撒勒华去 住在那里 那么我已吩咐那里 一个寡妇供养你 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华去 到了城门 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剪财 以利亚夫叫他说 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 在这里我们看到 他其实是一个顺命行事的人 吉利西到西顿路不太近 那么他到那去看到这个寡妇 其实这个寡妇 他原来是一个尊贵的人 等一下我们看经文就会看到 然后他去取水的时候 我们今天讲要欢然取水 欢然取水 有一件事情在这里告诉我们 是要听命行事 以利亚又呼叫他说 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 他说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 你的神启示 我没有饼 坛内只有一把面 饼里只有一点油 我现在找两根柴 回家要为和我儿子做饼 我们吃了死就死吧 这个背景 其实有一些事情是 也可以思想一下的 以利亚在吉利西 待了三年多 每天吃乌鸦雕的饼汗水 然后吸水也干了 连洗澡都没得洗 估计他一个粗粗壮壮的人 人们拍以利亚的电影 老是喜欢拍一个 想象一个人身材很魁梧很高大 但是又瘦又干的人 那一个外邦人跑到那去 找到那个女人 就跟他要水 那个时候水很珍贵 遍地都没有水 那个水它是存在家里 但是他看到那件事情 他看到这个人里面是有神的人 所以说耶和华你的神 不是他的神 他说我没有饼 只剩下一点面 还有瓶里 还有一点油 然后他打算捡了柴 那回去做好了 这个最后的晚餐 那吃完了就死就死吧 这样一个光景 然后十三节 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 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 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 然后为你的儿子 你和你的儿子做饼 因为耶和华 以色列你的神 以色列的神说 坛内的面必不减少 皮内的油必不短缺 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这个故事 我们下个礼拜再跟大家讲 以利沙的故事 那么这个以利亚其实当时 可以说是很不要脸的 这个更加要水 还更加 这个人家已经没得吃了 还要先摘一块 这个是你要先供应先知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顺序和步骤 表示你的信 表示你对上帝的尊重 然后呢 这个坛内的面必不减少 皮你的油必不短缺 十七节说 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 她和她家中的人 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 坛内的面果然不减少 皮你的油也不短缺 正如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 她是先尊重 先顺命 才有那个结果 其实这个坛内的面 皮你的油不短缺 这件事情是很多服侍神的人 都有这样的经历 当我们刚刚服侍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特殊的试炼 真的是很长的时间 我们是有吃了这一餐 就没有下一餐 每天就 这个我基本上是 应该说是没有仰望 因为我信 我相信上帝供应 但师母要天天仰望 所以有一次 实在是没有钱 一桶瓦斯烧了四个多月 一桶瓦斯 这个事情是会发生的 但是你必须要这样经历 你才会体会到 当一切都短缺的时候 事实上没有水 没有水的时候 你可以几打磐石出水 没有饼的时候 天上会掉麻辣 你相信吗 上帝真的会使许许多 我在中国大陆 看到听到许多人 他们的瓶里的油 没有减少 坛里边的面 没有损失 这件事情 是常常听见的事 耶和华是做新事 而且做奇妙事的神 我们信靠他 我们就不管外在的环境 怎么变化 都能够产生什么呢 都能够产生平安的心 这是我们里面的把握 里面的确具 里面的能力 不能没有 但是你要做撒勒法的寡妇 你就必须要有一个顺命的态度 当然还有一些后果 我特别把十七节列出来 这是以后那家祖母的妇人 她的儿子病了 病得慎重 以致身无忌息 那么这个 说她做家祖母 是告诉我们 其实这个妇人 她不是没有家业的 但是她家里面有很多人 但她儿子死了 那当然是后来的一个故事 就是伊利亚 她去向上帝求 那么就使得那个孩子复活过来 这个事情是告诉我们说 上帝对我们的引导 和对我们的祝福 他最基本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是让我们体验 领受神迹 让我们能够生活无缺 另一方面呢 就让我们体验到死而复活 这永生的价值和意义 那这不是今天的主题 我们要和弟兄们说的是 其实这个伊利亚 到了撒勒华的寡妇那里去 这个寡妇 她之所以能够蒙恩 那其实我们讲到撒勒华 就是试炼的意思 就是炼镜 使好的更好 撒勒华的寡妇原来是好的 伊利亚原来是好的 但是他们需要经过这些事情 使他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 以及建立深的关系 这个是试炼的意义 所以我们讲 西顿的撒勒华是 主公人的特殊试炼 那么在27节 讲到另外一个故事 先知伊利沙的时候 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 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 没有一个得着洁净的 这个大麻风就是我们里边有悖逆的心 里边有骄傲的心 里边有不信的恶心 所产生出来的内在的困难 而外显外化出来的状态 那么这里还是讲到叙利亚国 其实我们要知道 以利沙的时候 是要让我们得水洁净的时候 但是这个得水洁净这件事情 耶稣讲这段话 他有他的背景 背景在哪里呢 背景在我们从14节看一看 这讲到耶稣在试炼山上 试炼山上经过了与撒旦的征战以后 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他在各会堂教训人 众人都称赞他 耶稣来到拿撒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 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 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 那么我们在这几节先看一下 就是耶稣他得到能力以后 开始传到 这是有记载的最早的一段信息 那么大家都知道 因为比方说像加拿的婚宴 他行了神迹 大家也渐渐知道他的名义 但是他回到自己的家 那么他在这里站着 按照他们的规矩 要读宣读圣经 宣读哪一段呢 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 这一段话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告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贝儒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被受压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于是把书卷起来 交给执事 他就坐下 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 耶稣对他们说 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报告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年 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 这都说明一个时代的转变 一个时刻的临到 而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有主的灵在我们身上 你会记得我们之前跟弟兄们讲 以赛亚书第十二章 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看见神的约纳人的日子 你必须要有耶和华的灵在你的身上 这灵是什么 灵是让我们对外在有一个准确的反应 准确的感觉 灵是生命的力量 喜乐的心 喜乐的灵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死骨枯干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 你里边的灵你看不见 但是你对事情的反应 当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面前 好比说有一个人 他会对我们用不礼貌的方式 来面对我们的时候 我们反应出来是什么 那就是你的灵 知道这个意思吗 一件事情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用什么方式 直觉的第一感的反应是什么 常常那就是你的灵 我跟大家讲直觉 那我们里边有什么 这环境的试炼 是要把这些事情显明出来的 但是如果主的灵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不只能够救自己 也还能够帮助身边的人 当有一个外在的环境 很多人产生混乱不安的状态里 能不能有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 使得环境就能够安稳下来 平静下来 就如同常常听到一个故事 就是说飞机啊 有一架飞机正在碰到大气流 在来回震荡的时候 那有一个人 一个大公司的老板 他很惊慌 然后看到他临坐 一个母亲带着孩子 那个母亲就对孩子说 放心我们祷告神 然后就一起祷告 那么他们身上就释放出什么呢 安稳的灵来 如果一个人生命是洁净的 他会释放出洁净的灵 这个洁净的灵使得许多的人 当他在外在的混乱当中 或者在种种的污秽当中 能够感觉到有神的同在 有稳定的力量 那这是这里所告诉我们的 但是我们特别要强调 耶稣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 但是那些人什么反应呢 这是二十二节 众人都称赞他 并吸其他口中所出的恩言 这个恩言大家都知道这是恩典的话 但是他们却又另外一句话 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这个你听到那个话 就看到这个人 从小在我们村子里边走 跑来跑去的 那如果说像从前的时代的话 小孩子光着屁股走 跑来跑去 这个长辈都看见 对不对 他看人不听不注意神的话 所以耶稣他明白众人的心 二十三节说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必引用这句俗语 对我说医生你先医治自己吧 我听见你在家摆农所行的事 也当行在我们家乡里 这就是讲的使水变为酒 加拿婚宴或者其他的一些事情 那么耶稣又说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怨恼的 这件事情我们要警醒 因为我们在自己家里边 其实我今天早上坐在那里的时候 一开始我们来的人不多 但是我自己知道说 我在讲这些信息 有很多人在听 我们自己如果反而不注意 那我们就自己要去 面对自己负责任了 所以因为这样的话 所以接下来才说这一段话 我对你们说实话 当以利亚的时候 先知以利沙的时候 那么在以色列中 有许多长大麻风的 那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 没有一个得洁净的 我们心中有误会 我刚刚跳过了一段话 大家知道 我常常赶时间 所以其实跳过一些 就不需要跟大家讲太多 但是你要知道 你心洁净吗 洁净就能够反映上帝的同在 洁净就能够使我们 有坦然无惧的信心 洁净就能够让我们 在一切的污秽污染 当有许多人有恶言恶语 让时代有一些不好的声音 国攻打国民 攻打民结党纷争的时候 有很多让我们难过的事情 我们心里面不难过 我们心里面存着怜悯 存着恩慈 你用什么心看人 上帝怎么看你 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 上帝用什么良器量给你 所以要和大家一起来面对的 我们不仅仅是要看那个乃曼 更要看我们自己 我们今天说 上帝要使我们练净 练净旅饭 就让我们更好 要让我们能够练净了以后 产生一种洁净的状态 心如果不洁净 那其实我们接受什么信来 都会有污染 特别是像我在传讲信息的时候 常常就会碰到一种状态 就是在碰到一种状态 有些人就在那里 听听看这里哪里不对 这里哪里不够好 然后他自己就很多信息 就接受不了了 明白这个意思吗 明明是恩言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的宣告 当然那个神悦纳人的喜年 这件事情我们以前讲过 我们也需要知道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 你要有主的灵在我们身上 要有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身上 有那种对人的怜悯 对人的恩慈 对神的信心 反映在对人的互动里 我这样说清楚吗 我们对神有信心 因此我们对人的感觉就会好 所以我们对人 对神有信心 对人能够有好的感觉的时候 我们灵里边是对的 然后我们口中就会出恩言 我们就能够宣告 宣告了他接受余火 那是他的事了 你如果要接受 要接受神的恩典 无论是沙拉华的寡妇 或者是这位叙利亚的元帅乃曼 亚兰国的元帅乃曼 他们会接受恩典 都有一些过程 就是对主的话 要有积极的正确的反应 这个反应 其实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当我们在看伊利亚 她在基利西畔的三年 吃乌鸦掉来的饼和水 我们想一想 我们就知道说 那不是容易的事 就像你被关在 这个钻石公主号里边 那有很多天 她不过十几天 人家三年 人家敲门给你东西吃 中国现在和虚似多多的 弟兄姊妹们 被关在家里边 有一些城市关得比较松 有一些城市关得比较紧 明白吗 但是大家要有一种 上帝正在炼镜我们 这样的观念 像前几天 我们有姐妹跟我们在讨论 所以这些日子被关在家里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安息的时候 你不操练安息 你怎么能够会有 安息的灵在里边呢 然后呢 要看到说 这个沙罗法的寡妇 他在自己丙剩下一点点 自己水已经是那样宝贵的资源的时候 他仍然愿意去给先知 这个是他不容易的事情 然后讲到乃曼的江 乃曼的故事 《猎王记》下第五章 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一段 下个礼拜我会倒片一点 讲一些其他更奇妙的事情 那么讲就是如何使水洁净的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看第五章 这个你回去好好看圣经 我在这里只念两段 就第一节到第三节 乃曼王的元帅乃曼 亚兰王的元帅乃曼 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 亚兰就是叙利亚 因为耶和华曾经借着他 使亚兰得胜 他又是大能的勇士 这个耶和华借着他 使亚兰人得胜 这个耶和华得胜的对象是谁 以利亚的时候是北国以色列 可能他打圣仗 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些资讯 他的对象就是什么呢 就是以色列人 那是敌人的元帅 明白吗 所以他长了大麻疯 就是里边有一些悖逆的东西 这个我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 听到一篇信息 印象很深刻 就是悖逆就是大麻疯 这个是有圣经的 很多很多的前后的隐具 那么他第二节说 先前亚兰人成群出去 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 就到以色列来 他叙利亚和以色列 现在还是敌国 他来了掳了很多人去做奴隶 做奴婢的 那么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子 他对祖母说 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 必能医好他的大麻疯 撒玛利亚的先知就是以利亚 那么就是他们的敌国 但是这个女子 他会对他的妻子 对乃曼的妻子讲这些话 其实也显出一些现象 一个社会的现象 我们现在看到说 你去竭力抢决敌国 看起来觉得说 实在是太不可想象了 但那个时候就那样 那么一个人 乃曼和他的妻子 一定是待人极为和善的 那才能够感动这个小女子 而这个小女子 她在卑微的地位上面 她确实有对上帝的信 而且有属天的知识 这些讲起来话长了 总而言之 乃曼听了她的话 就去找了 以利亚 以利沙 以利沙不见她 只告诉她说什么呢 你去约旦河的水 泡七次 洗七次就会好 那么她听了就非常生气 说这是什么方法 哪有这样的事情 她说我们叙利亚有的是水 那你要叫我到约旦河 约旦河其实河水浅浅的 那水也不是特别多 我们的水那么多 你要我到你们那边去洗 到底什么意思 按着她的观念 按着她的常识 她是不接受的 那么有另外一个仆人 告诉她说 如果这个先知告诉你 说要做很大的事情 你也会做吧 为什么叫你做一件小事 反而不去做呢 那么她听了 她就有反应 所以这个第十三节说 她仆人近前来 对她说 我父啊 先知若夫妇 你做一件大事 你岂不做呢 何况叫你去沐浴 而得洁净呢 于是乃曼去下去 照着神人的话 在约旦河里沐浴七次 他的肉复原了 好像小孩子的肉就洁净了 这个洁净 是不是在于外在的洁净 而是心里的洁净 我们看到儿童故事书 那讲到乃曼 乃曼在约旦河里边 泡七次 其实每一次都是大试炼 第一次就好了 这个仆人一定是他所信任的 那么讲了 他就愿意听 然后一次下去起来 什么都没有变化 第二次又要下去再起来 他心中一次一次 一定是产生了很多怀疑 遗憾不甘愿 对不对 但是也就一次一次的下去泡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这样想象 他会不会想很多事 他会不会想很多 在那个水里边 那么想很多他人生当中 有一些骄傲的事情 有一些困难的事情 一次一次一次的捷径 捷径的七次 好像银子在炉中念的七次一样 然后他的心就捷径了 约旦河就是降卑的意思 他一个乃曼国的大将军 然后他有一个降卑的心 还有坚持的信 是使他能够得到洁净的关键 我要和地上说的是 上帝的权柄能力在那里 先知的话在那里 但是人如果没有愿意 自己谦卑下来 愿意降卑下来 愿意去信 而且很坚持的信 那么这些事情不会发生 很多内在的生命的捷径 外在的麻风的捷径 这些事不会发生 所以我今天要和弟兄妹妹说的 其实我们要得到免疫力 得到抗病力 得到生命力 是从喜乐的心来的 为什么会有喜乐的心 因为我们里边必须要有信心 如果不信神 外在环境这么艰难 你怎么信 但你要有信心 信心怎么来的 是从顺从来的 顺从主的话 领受主的话 而顺从主的话 其实他需要有内在的生命 以及外在的行动 你要侍奉 我这里做了注节 你要给予 甘心给予 要愿意奉献 那么这个顺从 这个撒勒华的寡妇 这样的顺从 这样的献祭 放在神人的面前 以利亚 他那么多日子 都是靠着乌鸦在刁饼 对不对 他需要撒勒华的寡妇 给他那点饼吗 对他是毫无影响的 但是上帝要给我们恩典 常常会跟我们失恋 这是我们需要 有了神的话就遵守的 那人就是爱主的 爱主的必蒙主爱他 所以其实这个信息 传递出去 我也必须要感 你必须要有一点无奈 罗马书第十章的十五节 说若没有奉猜前的 只能传道呢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踪和等加美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的 因为以赛亚说 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我们信了要有行动来做反应 能不能信 能不能有一种顺从的心 这就是说明这个人 是不是蒙恩蒙拣选的 恩在普世大饥荒的时候 他能不能得到保守 能不能得到平安 我想我们今天 跟大家来看外在的环境 圣经的那些话 出现在我们面前 你不要以为我拥有健康的身体 我拥有很多的财产 我拥有这个那个 拥有学位 拥有学问 拥有地位 到了一定的时候都没用 理解吗 什么是有用的 信 我们信对神的信 我们的目标要彻底的改变 不改变就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这里讲到说 没有都信福音的 就像我们这段故事的背后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会堂里听的人听见这话 就怒气满胸 就撵他们出城 他们的城站在山上 我们的城好像也站在山上 他们把他带到山崖 要把他推下去 他却从他们当中间执行 过去了 他回到自己的家乡 他讲了恩怜 他们听了要看神迹 那么这个耶稣跟他们讲 伊利亚 伊利沙 到西顿的撒勒华 到叙利亚去 其实这个有一件事情 很无奈的 就是先知在本地本乡 是不被敬重的 有很多信息是自己靠近的人 有些时候反而不听 所以这福音反而到外邦那里去 西顿或者是西利亚 都是敌国 都是外邦 上帝的心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看不见 那就很为难 但这是题外话 我们今天要跟弟兄们讲的 很简单 就是我们如果要有喜乐的心 我们需要有什么 信心 而信心是从听道来的 是从顺从来的 我们有了命令 就要去遵守 有很多事情 我自己讲得太保守 下个礼拜我是在台北 没有办法再跟弟兄们讲 我愿意盼望你们去听 我要跟大家讲一讲 伊利沙的故事 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 拣选的奥秘 我们是被上帝拣选的 是或不是自己宣告 你是被上帝拣选的吗 你跟我说 我是被上帝所拣选的 那上帝拣选我们的时候 他都有试炼的 都有试炼的 所以像撒勒华的寡妇 包括先知 伊利亚 伊利亚她是受到试炼 怎么试炼呢 原来她是一个 新雄自大的人 上帝先把她关在 撒勒华那里 然后叫她到西顿那里去 她是伊利 以色列的先知 那是敌国 明白吗 她自己家乡的人 叫她不要顾 跑到那里去 这对她而言 都是观念上面的大调整 而那些接受恩典的人 她要持守忍耐的信心 忍耐到底就必得救 因为我们若是能忍耐 也必与主一同作王 提摩太尔前水后书 第二章所告诉我们的 然后我们要经历 环境的试炼 这个环境是在 试炼我们的心的 最近这些环境 在你里面激荡出什么样的信心 什么样的心来 里面有没有污秽 里面有没有渣子 成就圣洁与敬钱 四句话跟我念一下好吗 认识拣选的奥秘 持守忍耐的信心 经历环境的试炼 成就圣洁与敬钱 那是说你不要担心 一卧未饱 一卧未满 就是你手中的东西太少 先给先知 那么这个是这里所 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下个礼拜我再来补足它 好不好 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 谢谢你给我们有限的时间 给我们有限的人生 给我们艰难的环境 确实要在我们里面 做成永恒的生命 以及完全的信心 谢谢你恩待我们 让我们宣告自己 是被特别拣选的一群 所以我们在这个试炼当中 在这个艰难的环境里边 我们能够看见 你是我们的拯救 你是我们的倚靠 让我们并不惧怕 你也是我们的力量 使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 无论怎样的艰难 都可以唱出荣耀的诗歌来 求你也教导我们 怎样在救恩的泉源 幡然取水 让我们长存喜乐的心 祝福我们每一位 在彼此服事的时候 越来越有充足的信心 满足的喜乐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